台灣競爭論壇 今天非常榮幸 能夠來到我們台灣競爭論壇 來就有關台北市發展的議題 來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那我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不好意思 因為過去這個因為 受傷的緣故 所以這個造成有些後遺症 那就是說我現在講話的時候 有時候會咳嗽 講太多的話會持續咳嗽 因為造成一些影響 在演講之前 我必須先跟各位前輩做一個說明 所以希望讓大家知道 這個我不是生病也不會傳染給大家 否則這個密閉空間 大家看到我一直咳嗽可能會害怕 所以我要先跟大家解釋 那麼當然 我們今天講到台北市的發展的問題 我想 其實一個城市未來的發展方向 有很多層面 那因為我們今天是在台灣競爭力的論壇 所以我想說 我們主要的部分 我想以台北市產業的競爭力 作為一個 我們今天演講的主搜 那當然講到台北市產業的競爭力之前 我想可能要先跟各位報告 就是說 我個人對於產業的政策發展的一些想法 第一個 我是絕對主張鬆綁跟自由化 也就是 減少不必要的管制 那如果用俗話講 都是不開管的事情就少管 那這個問題就在於說 如果是屬於社會上的福利事業 社會福利的事項 或者是屬於弱勢的產業的部分 那政府當然應該介入輔導 來幫忙 我們這些相關的 企業或者是相關的這些 參與社會福利工作的人 做一個各方面的輔導 育成的工作 但是如果對於成熟的產業 我個人認為 政府所應該扮演的角色 應該是規則的自訂者 就是把遊戲規則做明確 而不是變成一個所謂的 指導者 包括讓企業的這個 如何經營做什麼業務 去哪裡都有政府來管制 我覺得這東西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這就是我對於 經濟產業的一個理念 那麼 從這裡來看的話 我們能說台北市的產業競爭力 那我們必須要先分析說 台北市有什麼樣的產業 當然台北市的產業 其實五花八門很多種 你大概能夠想像到的 這個國內外的事業 大概除了礦 台北大概是沒有這樣的東西之外 你幾乎可以在那邊看到都有 那我們主要把它分類成幾個大項 第一個 我們講台北市可能救援人口最多 或者是說影響了家庭最多 大概是金融業 台北市的這個 曾經有一陣子 在還沒有開始金融整併之前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在某些路上面呢 銀行的分比7-11還要多 大家經過整併之後 現在金融產業包括銀行證券保險 金融投顧 還有這個投資基金各方面 所有這些跟金融業有關的 大概至少我相信是台北市主流的產業 的金融業 只可惜金融業是台北市政府唯一沒辦法管的產業 這一點我是覺得 如果能夠像美國一樣 像這個各區各區的這個 有所謂的這個聯邦 聯邦的分 比如說紐約有紐約的聯邦銀行 這個 Federal Reserve 這樣的概念 我想可能 也許對金融來講不見得是個壞事搞不好還更好 再來一個當然就是不動產 台北市來講還有另外一個非常大的產業 不動產業 再來第三個呢 我們分類為 Retail 就是零售 零售 零售的概念其實很廣 包括零售購物啦 包括餐飲啦 包括娛樂 包括許多我們講這個街頭的這些 甚至我們講這些攤販都是 另外一個是國際貿易 國際貿易事實上可能大家感受不會那麼深刻 但其實主要的貿易商大概都是在台北 包括國外來的還有台灣自己本地的 再來就是所謂總部的經濟 我們大概台灣80%大的企業 都是在台北設立它的總部 那即便不是在台北設立總部 台北大概也都有分部或是有辦公室 包括很多在南部台中也好 台南高雄的企業 在台北都有它的所謂的一個辦公室 來作為聯繫 或是接待客戶用 那這也構成了未來台北市在 就業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利益 也就是這些大企業都會在台北市 另外一個就是 剛剛我們副總統所提到的大概 在我們觀光旅遊還有會展這方面的這幾個 這一個事實上也吸納非常多的就業人口 當然還有很多講說網路的產業 那當然網路產業裡面包括這個所謂的電子商務的 B2B B2C C2C 各種 但是這個部分我們可能就把它分類到各個不同的項目去 那當然網路產業在台北市來講應該是個新興產業 但它吸納的就業人口跟我們剛剛講的幾個分類來講 是沒有那麼多的人 但是實際上來講越來成長越來越高速 好 那這是過去我們看台北市的幾個產業的項目 大概是以這些為主 那現在我們講到競爭力 我們就必須講到一些未來的一些想法 那麼過去的這幾個月當中 有我曾經接觸了一些所謂政治評論家 還有所謂我們就是俗稱的名嘴 那麼有些人跟我講說現在來講 台灣不能講發展要講分配 台灣不能講競爭力要講社會力 但是我一直覺得很疑惑的是 這幾個觀念其實一點都不衝突 一點都不衝突 這個國家發展的好 大家才有辦法分配 一個國家有競爭力 我想它社會上的各種不同力量 才能得到妥善的解決 這並不是一個任何的一個排他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基於這樣的理念 我們還是認為台北市未來的產業發展 在如何提升競爭力上 包括新興產業還有傳統產業 台北市所謂傳統產業 不是像各位一般包裝雜雜所定義這種石化 或者什麼鐵工業 不是這種東西 而是說過去在台北市發展比較成功的這些產業 這種所謂傳統概念的這種 比如我們講金融業 或者是我們剛剛講零售業 這種在台北市已經發展非常多年的這些產業 也需要有許多創新的步驟 也必須要有許多提升競爭力 這樣的步驟 那麼當然對於我們台北市最大的 就位人口最多的所謂金融業 這一點真的很可惜 台北市政府基本上不太有任何能力 可以去制定金融政策去管理這方面的東西 包括連會計的準則都沒有辦法 沒有任何智慧的餘地 這真的是我是覺得非常可惜 因為我個人認為台北市政府來管可能會好一點 對於金融業同仁來講 那麼當然 所以這方面來講 我們可能不會花太多時間討論 因為畢竟金融創新的這個 許許多多的業務屬於金管費 那在某些層次 包括財政部以央行也有很多這方面的想法 那跟台北市政府比較有關的是業務卡 跟台北市政府唯一 直接控制的大概是業務卡公司 那當然我們推動所謂優惠卡的國際化 所謂優惠卡的這個多公民的使用 包括到業市商圈 那包括雲端的支付 所謂優端的支付就包括我們講這個電子 這種所謂第三方支付的這種概念 甚至跨國 這個當然是我們唯一在金融產業能夠做的 非常小的一點 台北市未來發展的這樣子的一個遠景來講 這個部分可能是直接可以由台北市政府來決定的 那麼再來 有什麼樣的產業 未來會是可以提出這種競爭力 我們剛剛 大家有沒有覺得我們最近常常有個熱門的話 有四個熱門的字 但是我們剛剛沒有提到 我把它類為新興的產業 那就是什麼 文化創意產業 大家講文化創意 文化創意 我想很多人講說 我們很多文創園區啊 創意基地什麼 但這個文創這個東西 其實我跟各位報告 過去這幾年來 台灣開始慢慢的在發展 那麼也取了一些初步的成效 但在規模上來講 實際上來講 還是跟我們其他 亞洲其他競爭者來講 還是有一段差距 但至少 已經開始做 那這個事實來講 絕對是提升 城市競爭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當然你說什麼樣的文化創意產業 其實非常非常多 2016年台北市 所謂的台北設計制度 我們國際上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大概也是根據台北市一個 在文創界來講 算是一個新興的司令 所以給了我們這個機會 那大家說什麼樣的文創 城市的設計 其實規劃 這都是文化創意的一環 那比較具體的 服裝 服裝的設計 這個絕對是重要的 文化創意產業 各位其實很常講說 義大利 法國 美國 日本 這些都是服裝的大國 吸引著就業人口 跟創造的產值 那是無可比擬 那最近當然我要講 亞洲來講 一個最重要的 我們的競爭者 因為今天講到競爭 也就是南韓 南韓呢 有一個這個 首爾社 它有一個這個 所謂東大門 我在這邊可能很多朋友去過 大家也看過 東大門過去就是有點類似 像我們這個 蒙甲商圈 或是政府商圈 一個所謂成績的集散地 我們特地跑去看 特地跑去觀察 那也跟首爾市政府 做座談 有關這個服裝產業的發展 那麼當然首爾市 在這方面來講 是給了大量的補貼 而且所謂補貼 就是直接的補貼 就是說直接 從這個口袋裡面掏錢 給你政府去 這個東西來講 他們做得非常的積極 那也辦理很多會展 也辦理非常多的 由首爾市政府 跟韓國的中央政府合作 做了非常多的會展 做了非常多的這種 國際的採購大會 來推動他們的服裝的產業 那麼原本他們在東大門市中心 已經有這個 也有一個這個英國級的 伊拉克一的這個 設計師叫做哈哈地 蓋了一個東大門設計廣場 非常的成功的一個 我認為是一個 車廂成功的 宋內華建築 那結果 過去東大門這個地方 很多都是什麼 家庭工廠 車衣間 還有很多 這種小小的 攤販式的這種 民售商場 那現在如果各位去看東大門的話 它基本上已經變成一個 設計的中心 Studio 然後很多設計的中心 很多這種設計的這種 所謂的這種 工作室 客人工作室 還有很多大型的 零售的商場 很多 重點是 這個產業在南韓 首爾養了75萬個人 養了75萬個人 而且它的買家 我們當天去看的那個買家 我後來會跟首爾是任何人請教的結果 買家他們來自於世界各地 但最大的買家 包括中國大陸 然後 還有什麼 還有南韓 除了南韓本地 中國大陸 台灣香港都不用講 很多俄羅斯跟中東 很多俄羅斯跟中東 的這個買主 都在這個 南韓這個東大門這個區域 來進行他們批發 或者零售這方面的採買 所以說可以說這個實裝 實裝的產業 絕對是一個 城市競爭力發展 非常重要的一個產業 只是我們過去 可能沒有花太多的時間 或是說可能只有我們 訪託會 這方面有做非常重大的貢獻 那我認為這個在台北市 絕對是一個台北市要發展 非常重要 非常重點的產業 另外一個是什麼 包括我們講這個家具的設計 家庭用品的設計 這些所謂工業設計的領域 其實都是在設計概念當中 大家想說這個東西就是這樣的 很多人講說 國外什麼著名的設計師的家具 什麼文創用品 其實這些都是文創 我們可以碰得到 看得到摸得到的東西 這個部分來講 我都認為台灣事實上是有這些人才 因為台灣在某些 也就是台北市有些這種 青年創業家 青年設計家 所設計出來這些零售的商品 是真的非常有意思 尤其是很多人能夠把誰 中國傳統元素 華人傳統文化元素 融入在內的這種設計 其實是很多的 其實我覺得政府 其實是可以更有系統 投入更多資源 來幫助這些企業家 這些大部分都是青年人 來做行銷 特別是通路 通路的部件 這個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當然這個我想可能 細節我們先 大概可能今天沒有時間 在談太深入 那還有一個是什麼 還有一個文創 大家講傳統概念文創 或者說大家比較瞭解 電視電影 歌曲 有種說entertainment 娛樂業的製作 那這個東西 我們又不能再講到南韓 這個南韓的文創產業 基本上 各位 今年來一個超級爆紅的韓劇 來自星星的你 那這個電視劇 基本上也是我生平看的第一部韓劇 那我只看這一部 我就喜歡上這部電視劇 重點在哪裡呢 重點在於說 透過這樣一個電視劇的製作 我們一直在問 我們到了南韓去 我們就問這些 相關產業的人 我說到底 大家是怎麼成功的 那我也跟南韓前任 文化部的部長 討論過 我們也跟他們教授 就首爾大學的這個方面 教授討論過 他們得到的結論就是說 南韓在文化創業產業的發展當中 當然有一部分 是他們政府在政策的制定上面 是非常的幫助 也算是說非常的pro 我們講pro 是非常的重點是協助這些 所謂的青創事業 因為很多這些電影都是所謂青年創業 去做的 studio 這種東西 所以在南韓在政策上來講 是扶持這些產業 而且這當中 也有大量政府的補貼 光是在首爾市政府 一年針對 那只是首爾市政府 就是以台灣來講 就是就台北市 包括中央政府 一年 他所直接補貼 這些創意的這些 不管是拍電影或拍電視或寫 這些一年的十億台幣 直接補貼 這個比我們台北市 官傳局加文化局 的預算合起來都還要高 但這只是人家補貼的金額 那當然他辦很多秀展 就是他們講 由政府出錢辦理大量的會展 吸引全世界的買家 買主 然後甚至為了推管 然後韓流的文化 在海外各地 韓國的這些駐外的 開始辦什麼 韓流歌曲競爭 什麼這種各種活動 等於是整個國家 來推動這方面的製作 來推動這方面的產業 那結果是什麼 這個韓國前任文化部長說 他們一年估計 這個 以他們韓流的這個 當然我不知道他計算的標準是什麼 他說至少兩百億美金的出口 最少 那他們甚至跟我講說 甚至有一個韓國人說 他們基本上把中國大陸 當作是自己本國市場 在處理 那這個實際講話是有點囂張 不過 實際上各位可以看到 韓流很少中國大陸 現在事實上這是事實 那當然這方面來講 台北有沒有這個實力 台灣其實絕對有這個實力 只是我們可惜 我們很多這些 所謂的這個 電視電影製作的人才 因為這個台灣本地的 新資結構的問題 現在大部分都流到大陸去 或是流到香港去 那這方面來講 政府如果真的有新意願 至少我是有這個意願的 我是認為台灣其實可以做 這方面的一個新的 一個創新的思維 也就是說不要怕 不要怕幫助這些人 不要怕幫助這些人 因為電視電影這些 在以投資界的角度來講 這是屬於高風險的產業 但是如果你不做出第一步 或是更大膽的來支持 這樣的一個產業 這個發展 那這個產業在台北 或是台灣的發展 永遠都會有它的限制 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 至少我個人 我們會更積極 我也會更有心的想去推動這方面 未來產業的發展 那當然還包括其他的這個 我們講藝術文化領域 包括我們講這個 很多人講說大陸有什麼 定幕劇 類似像這樣 或是美國的時候 白老會歌舞秀 這些其實都是 我要創業產一環 那包括華人的藝術中心 包括我們過去有許許多多的這個 創作的這個 包括包括畫家也好 或者是甚至說我們雕刻家 其實這一些 怎麼樣把這個藝術的產業 讓有意願的人去變成一個 把藝術家的作品 讓這些有意願的藝術家 能夠把它變成一個產業 我覺得這事實上是台北市外 可以做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那當然我們講到文創 就可以講到觀光 剛剛又講到觀光 又回到我們講觀光 這個南韓呢 我一再講南韓 甚至包括過去日本 當然南韓是因為跟我們 直接競爭的關係最強 然後中國跟韓國又要簽點FDA 這個對台灣來講 簡直是天大的夢魅 只是好像 除了學術界 以及某些政府部門的人之外 絕大多數人覺得這根本不痛不癢 那讓我覺得這有點好像 溫水屬青蛙的感覺 讓我們覺得實在是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 對於維護這個 有害於中華民國未來生存發展 這麼重要的事情 好像都無感 那麼 以南韓來講 它透過文創 來拉動觀光 然後再由大量的觀光客 來到韓國之後 再去支持它的文創產業的發展 我跟各位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去南韓參觀的時候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說 東大門有一個設計中心 東大門設計中心 東大門設計中心找這個 Zahadi 就是英國籍 英國籍 伊拉克伊的一個非常有名的女建築師去蓋的 一天他們跟我說 一天大概兩萬人會去看 幾乎都是外國人 都是外國人 然後南韓這些人也真的很會做生意 我問了那個館長 那館長說 他們要在內 現在正在主辦 如果各位打算去韓國 其實可以去看一看 他們到這個 在東大門中心裡面 辦了一個什麼 來自星星的女的特展 把這來自星星裡面的男女主角的 家啦 還有很多什麼有關外星人的 東西 有關隕石的什麼東西 變了一個展覽 然後他跟我說 他想一張門票要收25塊美金 那我跟你說 我說 就我了解 你這個所謂的電視劇熱門的程度 你50塊美金都會很多人看 那果然呢 最近報上很多這種討論 說有關這個展覽 這就是什麼 利用文創來吸引觀光客 觀光客來的時候 再去透過消費的行為 又去支持他的文創起來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 所謂跨業行銷的概念 那麼這麼多 這幾年來 你們各位可以看到 去南韓的旅客大幅的增加 包括從台灣去 前天報紙上有燈 工商時報還有經濟日報有燈 就是我們台北或是 桃園非韓國的班級 載客率大為提升 即便是在旅遊 淡季也大為提升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因為受到韓劇的影響 絕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換句話講 文創業是一個拉動觀光 觀光業再去支持文創 這是我們未來的一個理念 我昨天發表一個觀光正正也是這樣講 那這個部分來講 我個人認為 其實台北市現在是有這些硬體 包括什麼 華山松山 這些都是我們傳統上的概念 所謂硬體的建設 大家看得到文創園區 還有一個地方我要特別跟大家講 現在中山北路沿線 就是從花博開始到這邊 到時間 抱歉 這一線來講 有非常多的小的文創商品 跟創意的這些產業集中地 尤其是在捷運站沿線 那麼當然還有所謂中山創意基地 跟花博 未來將會有一些所謂創意基地的構想 那這個部分來講 構成一整個結構 是非常好的一個所謂跟觀光客來 所謂包括它觀光逛街的地方 所以我認為我們創一個名詞叫三三 又是什麼 華山松山江中山北路 這三個地方做一個觀光的景點 也同時做一個文創的園區 那這個我認為是一個可以發展的一個方向 那當然還包括什麼 包括比如說 我們講到這個華人流行音樂之都 因為各位可以看到在中國大陸來講 其實現在台灣創作的歌曲 大概還是佔中國大陸 一般視聽大眾的市場至少七成以上 還是台灣創作的歌曲 即便寒流再強 其實在這一點上還是輸給台灣 所以 以台北市作為華人創業 華人音樂之都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絕對是可行的方向 那這個部分我們將來 也會透過政策的發布 讓大家了解 那當然再來就是飲食文化 剛剛我們這個副總統提到 那我想飲食文化有一個重點 就是希望能夠更加國際化 一方面提供給我們這個來台旅客便利 一方面也透過這樣把我們台灣的美食推銷出去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能夠這個 推動都市更新 還有我們蕭副總統所講的 所謂公共證券 公共證券的證券化 這個未來在台北是絕對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機會 對於 不管是對於 我們這個很多公共建設的促進 還有投 還有引進民間資金到公共建設 包括社會住宅 包括其他一些我們這些項目 其實這是我認為 必須要走一條道路 在政府財政非常困窮的情況之下 所以公共建設證券化 這樣子一個概念 絕對是我們要來推的一個重點 這也是為了我們講 我們台北市產業發展 更大的一個競爭力的部分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是老人的 長期照顧的東西 這個未來在台北市 由於老年人口 這個比例越來越高 這個絕對也是未來台北市 在發展一個產業上來講 我們長期照顧這個產業 會是台北市未來一個重點的產業 那當然這是為了解決社會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來講 其實因為現在已經13點幾個% 以台北市高齡人口來講 很快就跨到14個% 也就是台北市已經正式進入高齡社會 所以我想未來長照 當然這個有在我們長照法 在立法院還躺著 那如果這個主席來長期被人霸佔的話 這個法也不知道什麼都可以通過 不過這個法對台灣也是真的很重要 因為提供對中老年人口 照顧的一個依據 法律的依據 那這個依據 一旦有了也能夠做一個產業 來提供我們需要照顧的人這樣的服務 那我想其實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們大概能夠講的大概這幾個重點 那我想 就重點就在於說 我還是跟大家強調 我們推動那個產業政策的時候 個人的主張還是一樣 鬆綁自由化 減少管制 這個城市未來的競爭力 根據於創新 那創新一定會帶來風險 對於某些朋友來講 可能這也代表了不確定性 可是我認為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大破大力 在創新的這一點上做出突破 那我們就永遠只能畫地自現 原地踏步 那我想這對這個國家未來發展 絕對不是一個正面的意義 所以希望各位能夠給我們一個機會 讓我們來推動這樣的創新的工作 那麼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 謝謝